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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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分百亿也是一个暴君的典型 其实 在李逵的身上 还有很多原因 都会导致他造反的失败 而宋江正是看透了李逵的性格 所以 经过权衡利弊之后 选择了毒死李逵的做法 因为宋江是一个头脑 十分清醒的人 从小 从小就接受了大量的中军爱国思想教育 断然是不会让李逵打乱 自己生前精心不治好的一切 同时也是对梁山其他兄弟负责 不想让大宋王朝再次陷入内战之中 简而言之一句话宋江毒杀李逵 以一己之私成天下之功 不但不应该受到责骂 反而应该受到我们的理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